恩典3.65 每一天新鲜的恩典 新鲜的祝福 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但是怎么样可以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呢 有一些重要属灵的原则 你知道弟兄姊妹 每一次读圣经 我们都在找那个属灵的原则 你找到了那个属灵的原则 照着去做就一定蒙福 我们都好喜欢可以在神的面前 欢喜快乐 享受神的祝福 在以利亚和雅哈的互动当中 以利亚对雅哈说 现在你可以想去吃喝了 现在 那个现在是什么时候呢 前面一节讲 把那些巴黎的假先知除掉之后 弟兄姊妹 这就是属灵的原则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恩典 罪被对付了就可以享受神的恩典 反过来讲 带着罪 容让我继续活在罪里面 你却一直想说上帝祝福我 上帝祝福我 那是不可能的 圣经里面讲到说 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 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 活在罪里面 不圣洁是什么 就是活在罪里面 容让那些罪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永远不可能 一方面容让罪污秽肮脏在我的生命当中 另外一方面却说 主啊 祝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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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连面都不让你见 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 连上帝的面都见不到 你还期待祂会祝福你吗 你在一个公司 那个老板已经生气你到一个地步 说你出去离开我办公室 我不想见你 你不要让我看到你 而你会希望 老板那你加点心吧 不可能嘛 他连见都不见你了 你还希望他祝福你 还希望他加你的心 这是很浅显的一个道理 同样的 活在不解里面 非圣洁 你连上帝的面都见不到 怎么可能活在祂的祝福里呢 主透过以利亚对亚哈说 现在 现在你可以上去吃喝了 现在你可以去享受神的恩典了 现在你可以进到上帝的祝福里呢 什么时候 那个现在是当罪被对付掉了 如果我一直活在淫乱里面 却希望我的婚姻是满有祝福 那叫做圆木求鱼 如果我的财物一直不清不楚 却希望上帝祝福我的公司 我的事业 那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我们的教会充满着纷争 充满着不和 充满着对立 充满着批评 骄傲 嫉妒 却希望神大大祝福我们教会 那是做不到的 弟兄姊妹 我们渴望上去吃喝 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就必须先做一件事 罪被除掉 就活在上帝的祝福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要我向你求一个恩典 此刻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这些 属乎你的儿女 不只知道了一个属灵的道理 一个属灵的原则 我求你圣灵光照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婚姻 在我们的亲子关系 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职场 在我们的教会 侍奉 甚至我们的城市国家 主啊我们多渴望 我们是活在祝福里的 求你光照我们 有哪些误会肮脏 需要被对付 以至于罪被挪开 我们就进到祝福里了 这是我们的祷告 求主光照我们 奉主的名求 阿妹 我们这样求 我相信主也听我们的祷告 但是接下来是我们的决定 怎么回应呢 认真的去对付吗 奉主的名祝福你 认真的去对付那些 不讨神喜悦的污秽肮脏 使我们进到上帝的祝福里 上帝祝福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